謝謝主席 主席 剛剛講到違反基本法一國兩制 時間到休息和休息 現在回來再講這件事 其實我們看看關於這個問題 陳凡局長剛剛走開了 陳凡局長曾經講過 他們很清楚了解一地兩檢這個方案和安排 雖然複雜 但是已經符合了一國兩制 而且不違反基本法 但是我們又查一些資料 在2007年的時候 政府承諾在基本法第20條 不會用作為減少特區的權利 現行的建議 就是剛剛 我講的一地兩檢這個建議 剛剛就是把這個20條 規範了在香港的司法上的部分 那是不是意味了 其實繞過了基本法的第18條呢 這個其實我們又看一些資料 原國強師張剛剛坐在那裡 他們曾經解釋過一件事 就是因為內地的口岸區租借 即是我們將內地口岸區租借給內地 基本法呢 包括第18條是內地全國性的法律 那除了基本法附件3之外 不是香港特斯呢 是不適用的 所以呢 有關的說法和安排 他們覺得是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樣的時間 是不是我們在講香港的領土呢 即是香港的地方呢 租借給內地之後呢 就不看《特斯基本法》了 那中央呢 即是我們的租客呢 就可以在這裡做他自己的法例 或者是行使他的權利 然後呢 即是說其實這個《基本法》 我們是怎樣呢 那國內 即是又在香港 可以走在某部分的地方 又可以走他的法律的時間 那是不是其實《基本法》真的寫在這裡呢 那我有疑問就是 那這樣是不是《基本法》40條呢 其實被其他法律凌駕了呢 那這些很多都是疑問的 那我不是法律專家 我不解釋 我為什麼聽別人這麼說 我讀出來我又想不通 那我希望呢 有機會在這個辯論裡面 應該在政府解釋一下 其實就是關於這樣的問題是怎樣呢 那至於另外一些《基本法》的問題就是 在說就是說 就是有一些在香港的司法的管轄權 應該涵括整個香港的嘛 那但是呢 就即使是在駐港的解放軍 和它的人員呢 無論在軍營裡面 都要按照《基本法》第14條 第16條的2 19、22、23、24條 遵守香港的法律的 那而法律也有權處理這些行為 但是如果我們往這個地方 根據一地兩檢的做法 租出去 那就等於就是說 其實 又會有第二套法律呢 那這些是疑問來的 那我相信政府 又沒有做民調 那又 說有諮詢而已 那在法會那裡 就說了 就算諮詢了 是不是這樣 我民意了 那我相信一地兩檢 用三號的方式 其實司長也麻煩你解釋一下這些問題 因為大家也會有一個看法 其實有疑問 擔不擔心我不敢說 我不知道 不過我就覺得 作為一個理性討論 是不是我責任 就說 解釋這些民調出來 解決這些疑問呢 那這樣 其實 大家都清楚 那你看回 其實還有很多關於 我相信 我相信 在關於這個一地兩檢的疑問 剛好 有一個 我也是抄回來的 主席 看回 有一個一地兩檢關注組 有很多疑問 十幾條疑問 那 第一個就是 說內地 口岸的司法混亂 司長 麻煩你解釋一下一些疑問 我嘗試讀出來看看 為什麼要讀呢 因為政府官員 又沒有跟這邊的朋友溝通 又沒有落到他們的參與 他們一些民間團體組織的一些會議 或者一些不同的一些我們叫做研討會 去討論這些事件 那希望你今天可以解釋一下 是吧 那你好像我上次 昨天說reconnect 就是再聯繫 那你又責任去做這個再聯繫 那這些關於這個口岸這麼混亂的問題 好像他說的第一樣 如果政府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 來設立這個合作協議 以繞過基本法其他條文 那麼基本法第二十條 是否可以凌駕這個 鄭亞說了一個疑問 第二條他說的就是說 若果一地 這個要是不同的方案 造成兩檢 是不是會有司法混亂呢 第三條說 香港的職員在內地口岸區 如果被要求按內地的法律 進行涉嫌違反香港法律工作時間 是否要跟從呢 第四條就是他在說 當有事件 同時涉及內地管轄的事項 和特區管轄的事項 是誰有責任優先處理 如何去仲裁 那第五條就是說 如果港風的職員質疑個別 爭端是不屬於內地管轄的事項 而中方堅持是這樣 那港府怎麼做呢 那你的租客就說應該是這樣 那你做這個房東的時間 你怎麼處理呢 那關於這部分 關於口岸處理的問題 第六條他在說 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 那到時真的通了車 用這個房東去通車 又怎樣呢 那司長麻煩你解釋一下這些問題 大家都想知道 其實這些是怎麼做的 還有就是我們在說邊界的問題 邊界安全 那麼我們也有 人在說兩地兩檢這個問題 那如果兩地兩檢走不通了 又不行了 那可能成本效益 或者成效不得暢順的時間 那我用一地兩檢 那這個問題就是 他們說的就是 你怎麼可以保障到邊界的安全呢 那這個我們叫做邊界安全的問題 就是他在說 如果有內地的疑犯 就是這個問題 如果有內地的疑犯 用虛假身份文件 登車帶達了西九 那向香港法院申請保護 香港法院是不是不受理呢 因為那個地方是租過給人 那這個跟我們 國際形象是怎樣的呢 你來了 我覺得我們很小時候 有體內政策 當然沒有了 那時候是港英政府的年代 來了香港 你說這個地方租的 不行啊 你未出到來 你未過到那條街 都未在香港 那會不會他不處理又不行呢 我們法院怎麼做呢 那最後一個問題 關於這個邊界安全的就是 如果有內地孕婦 在西九月台 清了馬上要就是生了 但是又不行了 因為他在內地 那是不是原車送回到內地呢 就算你在高鐵那裡 原車回到深圳 最近的那個深圳 港大那間醫院也好 早成起碼半小時 那怎麼辦 在車道生 那在車道生 那在車道生 就是一輩子都可以 不用在面前搭高鐵呢 這些問題又是關於哪一家的問題 當然了 如果每個都是這樣 我們沒有雙非事件 這當然是開玩笑 但是這些問題 思想你可以一間解答一下 這些問題 我們不會回答的 我們也完全沒有這些常識 法律常識我是沒有的 但是這些問題 引起一地兩點 引發這一類這樣的法律問題 真的是基本法也好 或者邊界安全也好 都希望司長可以看看你 而當然 有些問題 正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一地兩點 可不可以不在西角海內地呢 這個就是 很多不同的說法 政府當然說不行 那我又看回 公共主義聯盟他們呢 就有十八張的投影片 是很清楚 是說到 就那個叫做一地兩點 還有呢 就是兩地兩點的方案 我就 都不是太詳細 立過一下 那我覺得挺有理由的 是不是一定是要這樣呢 加上政府的數字 都說出來就是說 其實不是太 現時 不是太多人 是真的用高鐵 就上去 國內其他城市的 多數都可能 廣州啊深圳啊 那當然呢 經濟效益 又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間 以前有說的 什麼龍華啊 石門啊 虎門啊 這些口岸裡面 如果做這個兩地兩檢 又行不行呢 甚至就說 好像鄭玉華 即是時任局長說 就是在福田口岸做那個 就近一點了 就不一定要在 租給人 那種方式做呢 那這些 其實那十八張投影片 都有一個不同的解釋 那我相信 就是司長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 如果你沒有的話不要緊 我想我就是 公共主義的朋友 他都很有誠意 給你看看 那十八張投影片 給他解釋 那這些全部都是一些疑問 而這些疑問呢 全部呢 就是可以令到公眾覺得 咦 這樣一地兩點 我是不是沒有信心 關於基本法的問題 關於一國兩制的問題 是不是沒有信心 那而做民意又如何呢 那陳埋局長曾經說過的 那我們也做過民調的 那陳埋局長就說 我們呢 都是有做過民調的 結果呢 都是很多人支持一地兩檢的 就是我記得是發言 曾經說過這件事 那我文件又有顯示給我 就是我同事 抄給我那段文件 就看 其實大學的調查 就是你們做過的調查 就並沒有問及市民 對政府的方法認識程度 也都沒有呢 問及市民呢 會否考慮其他方案 那而民主黨的朋友呢 他們不在了 我幫他們講一講 那就說呢 根據他做的那個調查呢 他那個民調呢 就說跟民進很多代替方案的 那麼很多人呢 都會覺得呢 有其他方案可以選擇的 不一定一地兩檢 這些當然是 公有公說 婆有婆說 但是問題就是說 那麼多不同的說法 而我記得我們也有 民主派議員說到 其實民調結果 一半一半 不是一面倒全面指引這個方案 而這個方案裏面呢 又牽涉了那麼多 基本法的問題啊 法律上的問題啊 都要專家解釋的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政府是不是 利用這次的機會 去解釋清清楚楚 就不要只是說 我用這次呢 就退行三浦酒了 三浦酒呢 你們行不行 不要緊要呢 我都行的了 出來之後呢 那我就大立法再說了 那麼我們避免了這件事 希望 就是司長也好 局長也好 甚至口岸安全在這裏 你局長也不在裏 保安局也不在裏 你可能一間 有機會 解釋清清楚楚 讓市民知道 其實可以這樣行一地兩劫 那我想呢 以理呢 是 說服別人呢 就好過大家呢 是在這裏你又你講 我又我說了 多謝主席 周浦定議員